捷運站旁的藝術村 夜遊入天美術館 鄰近捷運公館站的寶藏岩歷史聚落 在台北市區是個十分獨特的存在 一方面是依然有居民在此生活的老村落 一方面也是座國際藝術村 平時來訪可以感受這座聚落的人文風采 以及拜訪獨立書店等特色小店 但最近剛好是寶藏岩一年一度的藝術節 比平常所見更加豐富 就像是在逛美術館 這裡每年都會舉辦藝術燈節 今年改名為寶藏岩光節 作品的當代藝術氣息更加濃厚 展期到5月14日是歷來最長 今年的藝術節請到始祖夫妻或是情侶藝術家來進行創作 作品之中都能發現與愛情相關的主題 比如這間以刀子架起來的小屋 就是藝術家夫婦想表現建立一個家 所可能需要面對的傷害 而另一組藝術家夫婦由於不久前才喜獲新生兒 因此作品的內容就是想對這個孩子訴說的話語感覺很溫柔 來自日本的藝術家這以非常細膩的紙雕來呈現台北地圖 傳說在寶藏岩不管是設置於室內或是戶外的作品都能帶來一些啟發 不但有下班之後逛美術館的愜意還能一邊從老村落裡遠眺台北都會風光 這裡無需門票捷運可達作品也都不難理解 可以把握5月中旬以前來看看台北這個特別的角落 中新聞台北報導